今天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種子療育的一個行程 現在這個是應該過了一個禮拜的所謂空心菜的羽苗區 每個空心菜的種子幾乎都有萌芽 這個理論上再過個兩個星期左右 就應該可以陸陸續續的採收它的嫩芽 可以汆燙一下 不錯的一個蔬菜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是活手刮椅鳥的部分 你會發現它並不是我們想像那麼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生長過程裡面 它還是會有很多的蟲害 而這些蟲害呢本身 其實你說要真的全部去防止它呢 當然也行啦 那你可能要用一點藥 我們為了不用藥 所以它還是要經過這個自然環境的一個歷練 能不能長大 那就看它的本事囉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包谷的部分 包谷的部分呢可能是 可是因為在這個往事裡面呢 製造可能有點欠缺 所以長得是還好 但不夠強壯 可能再過幾天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讓它好好的曝曬一下 應該就會比較好 那草莓的部分呢 它就更艱辛了 看一下 米組呢可是要一顆一顆的 慢慢的 去翻遍它的葉子 找看有沒有蟲害 那這個就是所謂 交貴植物的代價 就是這個 那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演藝啦 反正就是 療癒一下心情吧 讓自己稍微沉澱一下 那這是草莓的部分 今天也幫它整理了一下 那接下來的部分是 辣椒疫苗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長得倒是還不錯 可能這個方向的日照比較充足吧 然後它的落繩也不錯 那下面呢 就是我的絲瓜 那因為下一天就沒時間去種它 所以再讓它擺一下吧 那等一下我可能就可以把 我們的包補的部分呢 拿到這個方向來 可能日照會比較充足一點 那以上呢 是今天的 延藝療法的一個部分 往事的一個整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